現在這個就是關乎到 今天我就是覺得 這個我們不是說多類 現在歐加倫 就真的在中大裏面突然說休假 他申請休假 他自己說休假 個人原因說休假 因為他有四篇中了 四篇中了 其實有些文章其實都寫得挺辛辣的 但怎樣辛辣都好 都不夠我們做網台那些那麼辛辣 其中一篇文章 看到郭偉健就很生氣 包括 我就懷疑香港是沒得看的 因為其實你看蘋果文庫才能看到 包括其中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簡直是說法官 穿官袍戴假髮演一場爛戲 這個禁文網看到的 禁文網在香港看到嗎 大家可以試一下 那就是說法官受審的時候不受干預 現在還在說這些話 其實他可以預言 國安法之後 就啟用這個無邊的權力 現在引用國安法 拒絕唐英聯用陪審團 就是所謂這些 我們說過 因為保障陪審員的家人安全 即是人身安全 即是說到好像黑社會 威脅他們安全 黑社會就是國安 坦白說 很多人習慣法庭上面 警察公辭自我矛盾 檢控姑 即是舉證疏漏 這個就是現在攻擊 現在要看回新聞的現象 很多國安的案件 政治的案件 上到庭的時候 那些是舉證不足的 我們只是說這個立場案和事實事項案的審訊過程 我們永遠都是一個評論的 就是法官好波 是啊 譬如你說一個等字 你寫的國安法 國安法條文 經常有一個等字 譬如說要針對 國安法要針對教育防範 和監督的對象 包括什麼 學校社會團體 媒體網絡等 如果你加個等字 什麼都可以 你不用專門說什麼 學校社會團體 媒體 網絡等 你根本上等 下面就是你喜歡的時候 隨便加東西進去 法例沒有寫的 他覺得要針對你的時候 一個等字 就無限上綱 就可以無限伸延 這些什麼 再加上 其實國安法現在針對這個什麼呢 針對 這個叫做 四十七人案 那件事不是一樣的嗎 嗯 四十七人案 其中他在說的 就是有非法手段 顛覆國家政權 串謀 以非法手段 顛覆國家政權 非法手段是什麼 前面有兩個非法手段 用武力 或者近乎武力 等方法 等非法手段 等 那個等字 等 就可以將現在 我用這個 基本法的權力 五十二條 至五十四條 賦予的權力 用去 這個初選上面 都可以叫做非法手段 方不方謬 這個就是國安法的問題 甚至都解釋過很多次 即使是拿到大多數 即使真的 否決了的話 你例如說公共財政 我們都說過很多次 但都仍然是會 入了這個顛覆政權 那 說真的 很多候選人結果都認了罪 現在 歐加倫這篇文章 是最擅長的 郭偉健 他正在說 歐加倫這篇文章 你說我們這些人 你說我法官 是穿官袍戴假 發演一場爛氣 他就覺得 你是不折不扣的 藐視法庭行為 對於 你當局以煽動罪 作為一種法律武器 這篇文章 我們就說過了 他又批評是 嚴重破壞司法正當性 那其實呢 我們原來說錯了 原來 我以為歐加倫是沒有被捕 我以為歐加倫 只是612基金被捕的 立場案都有 原來立場新聞案是有的 但他很快就補了出來 是的 補了認識 2022年4月的時候 被國安警涉嫌 村謀發佈煽動刊物罪上門拘捕 其實他是警察開了的 但是 律政司一直沒有去起訴 其實沒有處理過的 有很多這些政治案 就是半天吊在那裡 就搞到你不上不下 但是這些人 正正因為你被拘捕的狀態 你又可能被收了護照 你又出不了警 譬如47人案都是 47人案你不要以為閉嘴 有些人我最近見到 就是 見到哪個 陶謹申 不知道外面在那裡玩 不知道他有什麼 類似是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 遊樂場地什麼 在那裡玩 然後說他這麼開心 其實說真的 真是有苦自己知道 他是出不了警 包括他除了陶謹申之外 還有 抗俊宇 抗俊宇都出不了警 收了他的護照 因為你很多候選人 還有一個是印度裔的 在Facebook裡面說過他 大哥我只是申請出去 看一場萬聯 都出事 搞到 是啊 正正是因為這樣 而歐加林呢 你現在 你坐實了他四篇文章 都要有罪的時候 兩個原因他要申請休假 第一 就可能是 中大迫他休假 因為你繼續在那裡教 你會令到中大好尷尬 因為不僅止 那些同事 是會督你灰 去質疑你 為什麼學校還要被歐加林那裡教 以前呢 那些老左 那些左貢 就會入誰數 就會入段崇智數 現在 段崇智都背了 換校長 現在誰看你呢 現在這樣 新官上任 新校長上任 很多事情都做了一些 歐加林呢 就沒得留在那裡 我覺得就是 一是教師 之後校董會 校董會裡面有一些仆街 有什麼郭偉強 那些立法會議員 包括20元張那些 之前出賣中大 有些是校友 有些是校友 出賣中大 然後 這個校董會改制 改選 是不是 喂 已經有一班人在搞事了 要加大官秀的校董的高權力 是 他們會反問 為什麼要留歐加林在那裡教書 現在是在那裡教書 現在已經確定了 法官已經判定了四篇文章 你講的那一件事 就等於我們之前都報導過 陳鴻秀在社工註冊局裡面 做民選委員的問題 很多 就是因為陳鴻秀 揹著一宗暴動罪 但是那宗罪是未完的 按道理 如果你用無罪推定的話 他就繼續做到他被定罪為止 但是如果 你說社工註冊局 結果是沒有這些 就不斷地受到政治壓力 是令到這個非官首的委員 我們不如集體辭職 但到最後都搞不成 受到政治壓力 其實我都覺得 這件事判了之後 我以為他是浸大教 因為他是浸大人 有一陣子他是浸大的 浩教倫馬 浸大是呂炳拳 呂炳拳 也是新聞系 他本身現在正在教新聞學 然後在碩士課程 他有份教 那你判了之後 你首先 你有什麼大陸佬 如果你說下來讀書那些 跟著有什麼高財通 想上來進修那些 見到你歐加倫 如果你想在Google去查一下 你什麼料的話 他就會讀你灰 歐加倫是90年中大畢業的 那 變成很難留在這裏 現在香港的客觀情況 就很難留在這裏 或者再反過來 說一件事 無論是說法律學系也好 去到這個全理系也好 你今時今日搞了47人案 再搞立場新聞案 還有什麼人 還有什麼最好的學生 會在這裏讀書 以前 我在說法律系 還有一個全理系 是很多那些 你沒有條A都進不去的人 的學系來的 今時今日 你 好話不好聽 你做這兩件事 你都很大機會被人拘捕 是不是 是啊 現在 所以其實 一是就是中大 你自己懂得做 你現在這件事 你不是還留在這裏教書 但是你這樣下去 都很無忍 整個系都很無忍 你變成 系主任 他自己都有政治壓力 你不是找什麼車熟梅 那些就是教 沒有問題的 如果你說 系主任不做事的話 那可能就是 系主任就被人襲軍了 變成系主任遠對抗 是不是 陳陳問責 這個就是 TU也在問 連歐 到了歐加倫這些溫和人士之後 還有哪一個 我都不知道 歐加倫這些 如果你看過那篇文 他們就肯定覺得不溫和 在現在的香港 以前我們當然覺得溫和 是啊 很引口 是啊 他和何俊仁 一去到這些法庭案 都很引口 那何俊仁 大家知道他在哪裡 但是歐加倫那些 你問他 他的Facebook也有倒數感覺